大家好,我是翰一堂的宇宙文明醫師 那我為大家今天來介紹筋痛 筋痛是精前症候群一個常見的症狀 那50%到90%的育齡的女性都有過不同程度的疼痛 那它分成原發性和刺發性 那原發性的話 主要就是以前列腺素為主 它影響到齒攻收縮 所以會造成疼痛 那續發性的話 就像是因為肌瘤腺脊症造成了疼痛 或是骨盆腔發炎也是有可能 那以專業來說的話 最常見的就像是 乾氣不調的問題 另外還有像是 這些都是常見的造成筋痛的原因 改善筋痛首先就是避免喝冷藝和刺激性的食物 熬夜這些 另外熱膚也是一個可以緩解筋痛的方式 而且它可以提高其他療法的療效 那熱膚又特別適用於虛寒體質的人 另外運動和均衡飲食也可以改善筋痛 若當上述的自行舒緩的方式沒有辦法改善的話 則建議來診所資訊和救折 醫師會依照你的體質配出適當的處放 和事物以供應服用 另外診所也有APP 下載APP可以看見相關的訊息 也可以看見自己的體質紀錄 另外還有提供平常的保健 相信這會對你的健康 緩解筋痛有很大的幫助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